今天我收到了两个这种杂牌子的U盘 修手机的朋友肯定对这种亮闪闪的芯片非常的熟悉了 没错,它就是苹果手机上面的硬盘 当然平板上也有这种颗粒 不过这个量肯定没有手机这么大就对了 这一类的芯片来源渠道基本上都是拆机 少数可能是工厂内部的库存 我手上这一个好像是苹果6S的硬盘吧 黑色这一个应该是来源平板的 具体我也没有细查 它们也许是苹果环保计划的一部分 之前我也有遇到过手机报废UFS或者这类苹果硬盘 通过切割内部控制器的方式 直接把晶圆二次利用到固态硬盘上 我手上现在还有一个前几天来进行资料恢复的 这种一般都是一次性生产的量比较大才会这么操作的 量少了反而成本高 如果是小批量生产做这种U盘肯定是最好的归宿 但不管怎么说虽然这个芯片是拆机的 但是晶圆品质上至少还是比一些来路不明的黑片要强 同时也可以为苹果的环保计划尽以分力 这两个盘里面用的是新邦的主控 他们需要额外挂一个EPROOM芯片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用来做ID转译的 芯片里面的内容之前有论坛的网友研究过 安国以及惠永的主控就不需要挂载这一种芯片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下检测 可以看到量产工具上面确实无法检测到这一个颗粒ID的 之前我看了帖子的时候 楼主那边说如果这个外挂芯片内容有问题 确实会导致识别出现异常的 楼主那边其实也上传了一个这种24芯片的备份 我刷进去的时候依旧是识别不了 因为它这个芯片的型号跟我手上的这个有一点区别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我这个U盘它接入的时候 好像这一个颗粒的温度有点高 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一个颗粒短路了 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 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买到了这种由新帮主控加苹果硬盘重铸而成的再生U盘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实验 这里恰好有一个是海力士相同型号的芯片 跟我这一个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里面的资料给它备份出来 其他几个好像都是东芝的 编程器这一边我已经给它连接好了 咱们选一个24芯片 应该是2K的 直接来读 好的 这一个芯片里面的内容读出来以后 先保存下来 然后再回写到另一个盘上面 另外我也跟之前坏盘上面的资料做了一下对比 可以看到我这一个坏盘上面这里有一堆零的 应该是有损坏 这一个是我新买的料板 上面这一个24芯片已经被我刚才拆下来了 我们来验证一下它现在没有芯片是什么状态 可以看到 没有这一个24芯片的时候 这个ID是无法识别的 接着我们把这个编程好的芯片安装上去 看一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这个外置芯片上面的内容我重新刷完以后 还是识别不到这个内容 所以不排除这个颗粒它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我今天也并非要死磕这一个盘的 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个黑色的 继续来看一下能不能从这个身上找到什么灵感吧 黑色的这个我检查过 它是主控挂了 现在主控是大短路的状态 它用的是新邦的2098主控 而我买过来的这些料板 全是青一色的新邦2199主控 虽然说它们的主控不一样 但如果颗粒没有坏的情况下 至少可以读到这一个颗粒ID吧 这上面也有一个24系列的外挂芯片 我们先拆下来看一下 还行 这个芯片上面的内容可以读出来 现在我们找一个料板 把这两边的存储芯片做一下替换 先把它原来的这一个EPLOOM芯片干上去 接着到这一个颗粒 当我非常自信的把颗粒换上去以后 准备轻松秒杀时 结果它就给我泼了一盘冷水 这个颗粒居然也是短路的 后面我又翻了一下包装 发现上架把炸掉的这一个主控也一起发过来了 这一个才是它原来的主控 板子上这一个是它后面更换过的 可以看到原来的主控上面也炸出了一个洞 前面一个已经被轻松抬走了 我获得的灵感就是 这一个也极有可能是炸掉的 为了弄清楚这个芯片的具体情况 我这边又买来了几个安国的LGA70主控板 咱们拿之前拆下来的这一个东芝来做一下实验 这个颗粒肯定是包好的 我们把它装到这个安国的主控板上面 好的 这个T10柜颗粒在安国的主控上面 可以正确读到ID 那我们再把海力士的也换过来测试一下 如果海力士这一个芯片 也可以在安国上面成功读取到ID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走针线活的方式 把它芯片里面的内容给读取出来 兄弟们 环保计划到此可以宣告结束了 因为它这个颗粒也是坏的 装在这个安国的主控板上面 检测出来的ID依旧是空白的 所以它们的利用价值 基本上可以说是被资本家们完全榨干了 其他几个东芝还有闪迪的外挂芯片 我也读了一下 对比它们的内容确实有一些差异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内容里面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只能等有时间再做进一步研究吧 今天又是亏料版的一天 真的十分钟 好